里面的磁性 我们上次提到过三个安培定律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以前用的 好,这三个 那我们上次说过 在有磁性物质的地方呢 这个不能用 这个不能用 就是你不能求磁场 你只能求什么,求H场 那现在问题就是说 我H场求出来以后啊 我怎么样子能够求到B场 那么这个就要回到 我们对H的定义 比如说H 它是等于 Mu0分子B 减 Magnetization 有这个关系 那么我们可以把两端都称Mu0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式子写成B场 等于Mu0 H 加Magnetization 好,现在我们就看某一种的物质 我们称它叫做线性物质 也就是一种简单的物质 线性的物质 对于某一种 Linear material 线性物质的话 有线性的这个磁性物质 它的Magnetization 完全由什么东西来决定呢 由当时那个地方的总H场 那也就是说 它这个时候的Magnetization 它是等于MH 它跟它 就是说你这个物质 是一种 一种Simple Material 那它的定义就是说 这个物质是均匀的 均匀的 每一个地方都一样 然后呢 Unisotropic 就是说 它没有方向性 不是说哪一个方向 H特别大 哪一个方向 这个Magnetization 跟另外一个方向不一样 不会有这个情形 还有就是 Magnetization 跟H 成正比 这个叫做 线性物质 如果是一个物质 是属于这种物质的话呢 那这个式子 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B场就可以写成 MuZero 然后我们就先写成H好了 再加上 MuZero M是等于 KiM 乘上H 这是指当地的总H场 我们现在可以把Mu0提出来 然后就写成 E加上KiMH 所以B场跟H场 有这样的关系 那么这个KiM是什么呢 就叫做磁化率 就是说你这个物质 在加一个外加磁场的时候 你对于这个外加磁场 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反应的如何 比如说顺磁物质 那KiM呢 就是比零大一点点 比零大一点点 就是正值 如果是反磁的物质呢 它是比零小一点点 它是负值 如果是铁磁物质的话 这个非常大 几百 上去上千 但是顺磁跟反磁物质呢 顺磁这个比零大 但是它是保持定值 你这个物质确定了 它的性质就是 它比零大一点点 但是它是一个常数 反磁它也是一个常数 但是铁磁物质 这个KiM 很复杂 它跟它的词化的过程有关 它不是一个常数 我们等等会把它列出一个表出来 好 那现在我们就看这个 KiM呢 它是一个不明数 就是没有单位的 没有单位 这个也是没单位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 E加KiM 写成μR 乘上H 那等等我再写 μR就是E加KiM 这是常数 这个也是常数 于是我们可以把它写成μH 这里我们现在来 把这个名称定义一下 这个μ 它叫做 磁导律 μ 那μ0呢 是真空 磁导律 那μR 它是等于μ 2 overμ0 这个叫做相对词导律 相对词导律 OK 好 那 我们现在 这叫permeability 你们书上都有 现在我们 把这几个 它的这个 对于 顺词 反词 跟铁词物质 我们来讲一下 比如说这个 这里大概不够写 我们写这个 顺词 可以了 这里就写这里 好 好 稳 будут 咳 德 好,我們看這個 chi m 跟這個 mu r 等於 e 加 chi m 好,我們看這個 順次物質, chi m 是略大於零 略大於零 這個呢,反磁物質呢,是略小於零 mu 是等於 chi m 加 1 所以它是略大於 1 這個是略大於,略小於 1 對於鐵磁物質呢,那這個很大很大 以至於,一在它的旁邊,根本不算 小的可以不計 那因此我們就寫稱,這個 chi m 遠大於 1 不但如此啊 而且它跟詞化過程有關 這個略大於1,略小於1,這個都是常數 這個不是常數 且與詞化過程有關 這個就是我們前面講的這些常數 就是 chi m 啦, mu r 啦,等等 好,那我們知道 只要你知道這個 物質的 chi m 你就知道 magnetization 跟 h 的關係 你知道 magnetization 跟 h 的關係以後 你就可以求出 因為這也可以化成 h r 就可以求出 b b,b 場跟 h 場的關係 ok 現在我們舉一個例子來看 我們舉一個順詞或者是反詞物質 來看 比如說我們現在用一個 比如說我們現在用一個 我們就這麼畫好了 以前我們畫過螺線環 螺線環呢 它這個只是一個輪廓而已 它這個只是一個輪廓而已 但現在不是 現在我們說 這個是一個 雌性物質做成的一個 一個圈圈 那麼你可以寫它是 mu r 它的這個相對 它的這個相對 磁導率是 mu r 然後呢 我們在這個地方 繞線圈 我們當然 都是I 这里都是电流I 那现在我们要问 这个环里面的B场跟H场各是什么 求环内 以前我们求过B场 直接用安培定律 现在不能用安培定律 不能用这个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电流 是包括free current 跟magnetized current 就是磁化电流 你看这个物质 外面有自由电流 但是它被它里头的H场 磁化以后 它会有表面电流 如果它的磁化是均匀的话 有表面电流 但是这个表面电流你还不知道 你根本还不知道 所以你要用这个 用这个式子的时候 这个数据 你只知道它的自由电流 你只知道它的自由电流 你不知道它的这个 因此没有办法做 但是我们只要知道自由电流 我就可以求它的H场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先求它的H场 这个时候我们就把H场的安培定律 把它写出来 它是等于IF的 你要用这个式子当然也要做一个closed path 这closed path怎么做呢 我们因为以前做过B场 所以现在H场 我们就快一点讲 因为只有这个里头有了 这个外头 我们求过B场之道 就不会有 不会有值了 那我们就在这个里头 画一个closed path closed path 就是说你取一个半径 我们现在讲环内 好 取 半径 半径为R 半径为R 是同心 圆形 路径 然后呢 我们可以判断 这个里头的H 是常数 constant 它的方向呢 我们仍然可以用 安培的右手定折 我们知道这个电流 是这么流 这么流 从里头出去 这么流 所以它的H场 朝这一边 它的H场是朝这一边 H场朝这一边 那我们 H constant 那么由 比如说由安培右手定折 得知H之方向 如图所示 所以你们 做作业 一定要画图 考试更要画 要养成习惯 每一步 这是根据什么东西 要把它写出来 好 那么我们再取 DL 平行于H场 我们取这个DL 这个方向 平行于H场 于是我们就可以把一式的左端 求出来 我们就开始 然后一式的右端 它是等于ifnclosed 那么这个里头都有电流钻出来 钻出来都算 总共n扎 假如这个有n扎 那它就是等于n扎i 于是我们说左端横等于右端 那就是h乘2πr 要等于 没有没有理 就是n等于ni 所以h呢 就是等于 等于n i over2πr 这是h h厂知道了以后 我们知道b厂呢 它是等于μ0 μrh h 因此 它就等于 μ0 我们这么写好了 这就是单位 平均单位长度的扎数 我们没有把向量写出来 我们就这样子好了 b厂跟h厂是一样的方向 所以有磁性物质的时候 然后你要用这个先求出h厂 然后再求b厂 ok 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状况 好 现在我们 看这个 线性物质 我们看一个这样的题目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 用顺词物质做的 或者用反词物质做的一个 圆柱体 一个圆柱体 ok 好 那么 它已经呢 它没有绕 它没有绕电线 没有绕电线 它已经是一个 永久磁铁 就是说已经永久磁化了 永久磁铁 好 它是一个永久磁铁 那现在我们 假定了 我们知道它的 magnetization magnetization 假如是一个均匀的 是均匀的 那现在 那现在我们 要 要知道 这个时候 好像是 没有电流 对不对 没有电流 好像没有 没有这个 自由电流 刚刚插掉了 就没有 H 厂 是不是这样子啊 不是哦 不是这样子哦 好 我们现在 就看这个 这个里头 这个物质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说 在这个物质里面 B 厂 它有B 厂 词化有B 厂 有B 厂 它就有H 厂 它就会有H 厂 好 那么 这个B 厂 因为它的磁力线 磁力线都是封闭的 磁力线封闭 那我们知道 Diverging B 一定等于零 这个是安培定律 哦 这是高斯定律 因此呢 这个 这是微分式 所以积分式 B 多的 DA 也等于零 也等于零 好 那么 我们知道 这个里头的B 厂 知道的话 你当然可以由这个式子 求H 厂了 现在没有电流 你不能由电流来求 由B 厂可以求H 厂 可以求 那我们现在要问 你H 厂求出来了 好 那么我们要问 Diverging H 是不是等于零 是不是等于零 我们要问这个 是不是等于零 等不等于零 好 那现在我们说 你在这个里头的时候 里头的时候 我们知道 里头有M 里头有M 还有这个M 是不是等于零 还有就是 Magnetization 是不是等于零 我们要问这个问题 是不是 好 那我们说 在这个物质的内部 在物质的内部 H 厂 B 厂 M 它都是连续的 都是连续的 B 厂跟H 厂 等于这个 那这个Magnetization 也是连续的 是一个Constant 是一个Constant 所以 你如果在这个里头 做一个封闭的 在这里头 做一个 封闭面 我们做一个封闭面 这个 就是这个 Closed Surface Closed Surface 好 那么 因为Magnetization 朝这一边 所以它的磁场 也是朝这一边 磁场朝这一边 OK 好 磁场也是连续的 你看 你做一个 连续的这个 高丝面 那磁力线是 从这里穿进去 从这边穿出来 进去多少根磁力线 出来就是多少根 所以磁通一定等于零 对不对 磁通一定是零 所以在里头的话 我们知道 这个一定是零 那 B场呢 也是零 H场 H场 也是零 因为它跟它有关系嘛 它是这个关系嘛 对不对 好 那 Magnetization又跟H 有关系了 Magnetization跟H 又有关系了 那它是这样子的话呢 那 这个 也一定等于零 它是常数嘛 它穿过去多少 穿出来就 就多少 一定等于零嘛 但是 在两端 那 圆住两端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 做一个 做一个像这样子的 好 里头沿进去 这个是在表面上 这在外面 这个在内部 这个是内部 这个是圆住底的外面 整个是一个高丝面 整个高丝面 我们就知道 在这个两端 这个两端的话 那 要注意就是 它的Magnetization Magnetization 不见得是零 因为 在这个地方 取高丝面 那 我们先看这个好了 H厂呢 我们等一等 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来看 这个东西啊 你看 里头有 这个地方 有Magnetization 有Magnetization 这个地方的Magnetization 等于零 因为外面是空气 或者真空啊 没有东西让你词化 只有里头才有词化 因此呢 它就是从这个地方过去 它DOTDA嘛 要跟DA平行才有值嘛 这个没有嘛 那这又是零 没有了 所以 这个等不等于零啊 不等于零 它是等于M 乘上这个 DOTDA 就是说 假如这个面啊 是DOTDA 的话 高丝面的面积 它不等于零 OK 至于这个H啊 它的Divergent啊 不见得是零 等于等于我们 举另外的例子来看 举另外的例子来看 好 现在我们 我们现在就看这个 我们磁化一个物质的时候啊 一个 一个磁性物质 你要磁化它 你怎么磁化 我们在这里 画一个图 我们讲定 我们用一个圆柱形的一个物质啊 我们通上电流 通上frequence 所以frequence呢 就产生H场 让它磁化 我写这个 这个IF 这个是IF OK 这个都是IF 这个物质里头就有H场啊 我们刚刚说过啊 这H呢 它跟F成正比哦 H 它跟IF成正比哦 它完全有这个 有这个H场的高斯定律 H场的这个安培定律 可以知道 你电流越大 H场就越大 好 如果是顺词 或者是反词 我们就拿顺词来 顺词物质来做例子 顺词物质 OK 那么它有H场 它就开始啊 产生 magnetization 产生这个 产生H场 好 电流越大 这个越大 电流越大 这个越大 因为顺词跟反词 这个都是常数啊 顺词是比一大一点点 比零大一点点 反词是比零小一点点 但是我们现在看它的B场 B场是等于 muling H 加上 加上 magnetization 那它是等于 那它是等于 muling 1加 mH 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写成常数 muling mul r h 好 现在我们看 你电流 这里的电流 我们逐渐加大 比如说我们接到一个电动式上面 让电流逐渐的增大 好 电流逐渐增大的时候呢 magnetization也增大 magnetization也增大 那它就是这个式子 就是这个式子 因为这是常数 这也是常数 h越来越大 所以B场呢 也越来越大 B场也越来越大 这是成一种线性的 线性的 B跟h啊 是线性的 那么我们可以把B跟h场 的关系曲线呢 我们画在这里来 比如说这个是B场 这个是h场 muling都有了 大家都有 mulr 如果是顺词的话 mulr是怎样 比1大一点点 对不对 是比1大一点点 如果真空的话呢 这就是1 真空就是1 那么它的斜率是muling muling很小很小很小 对不对 斜率很小 好 我们就把它画成这样子 它的斜率 b跟h的关系 我这还是放大了 要不然你根本看不出来 你h到这里 b到这里 h到这里 b场到这里 这比1大一点点 一倍的 这个 然后这个呢 如果是反词呢 它要比1小一点点 还是正的 还是正的 斜率小一点点 斜率小一点点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是 我们写 斜率 muling mulr 等于mul 好 这个是 这个是mul 大于mul 一点点 略大于mul 这个是很难表示 略大于mul 这个是 我们写这个顺词好了 这个是反词 但是你从h h是加电流产生的 用电流 外加电流 来磁化 这个 这个 圆柱 状的物质 你得的b场 其实 增加的很少 就是说 你b场增加 h场增加一点 b场才增加一点 所以你这个h 全靠电流 所以这个 也只是 全部靠你的电流 产生这个b场 顺词物质 跟反词物质 完全由这个h场 就是外加磁场来产生 让它磁化 外加磁场来磁化 外加电流来产生b场 这个很有限 好 现在我们来看 反词物质 不是 铁磁物质 这μR略大于一 跟略小于一 如果是 铁磁物质 铁磁物质 它的magnetization 是km很大很大 不是km很大很大 而且不是定值 我们说km远大于一 且非定值 就是说跟磁化的过程有关 所以这个时候的magnetization 不是定值 不是定值 不是定值的话呢 你的b场 等于μ0h 再加上 magnetization magnetization 就是 知道这个不是常数 这个 非常数 如果你一定要把它写成μR的话 这个不是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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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跟这个 词化的过程有关 不是常数 因为这个很大的缘故 所以你就可以看它 我们可以看这个 当这个电流 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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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大以后 它的h场产生了 我们画在这里 我们画在这里 这个不是常数 我画在这里